想起U-bike啪啪燥 卻怎麼樣也租不了 這是去年8月31日 U-bike大當機的情形 當時全台2.2萬輛U-bike停擺 影響35萬通勤族 事隔半年多 檢察官調查發現 一切都是內鬼惹的禍 有什麼樣的一個動機 我們先過濾一個初步的名單之後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 誰有這個能力 也誰有這個權限 可以在這個軟體上面 來做一些文章 搞鬼的就是U-bike電腦系統承包商 裡頭的一名料性工程師 資訊工程系畢業 在這家公司也任職三年多 卻因為和主管吵架 心聲不滿才會當起駭客 將自製的惡意程式 在值班時輸入進U-bike系統 然後到最後 我們鎖定了這位被告 然後我們也從他的個人電腦裡面 找到了相關的證據 就在全台U-bike大當機時 所有工程師都急著搶修 當時就只有料性工程師 態度消極 起人一鬥 而且他還為了不想值夜班 以自動排成城市來進行更新任務 偷懶之餘也有了完美的 不在場證明 U-bike營運多年 第一次遇到大當機 停擺整整三天 業者算一算 營業損失一千六百多萬 商譽損失六百多萬 加一價兩千兩百四十二萬元 通通要算到料性工程師頭上 料性工程師所學用錯地方 把開發城市的能力 當成報復工具 這下沒了工作 被依妨害電腦使用罪起訴 還得配上兩千多萬元 真是聰明反背 聰明物 這連冰王世函 台中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